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办理中又要注意哪些方面 一会儿来详细了解 目前三大运营商相继发布了 提速降费的相关举措 哪些资费下降了 稍后了解 今年我是将新建成 投用5000多个公共停车位 目前30个建设项目进展顺利 已经完成了1425个停车位的建设 乌山微信聊天记录 上网找恢复办法 可这一找不要紧 却落入了骗子设下的陷阱 好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首先来关注居住证的办理新方式 近一周时间 居住证可以网上办理这个消息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 居住证网上办理系统 今天正式上线 这对于需要办理居住证的群众 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从今天开始 需要办理居住证的群众 可以直接登陆 挨厦门的网页 或者关注挨厦门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点击居住证办理选项 之后根据每个步骤的提醒 进行操作 上传相关资料和照片 进行网上办理 据了解 这套系统与之前的福建治安便民 微信办理平台相比 操作更加便捷 而且该系统对群众提交的申请材料 可以跟市人设 土房 公安等多个部门的信息 进行自动比对 自动进行审核 节约了人工审核的步骤和时间 提高办证效率 需要提醒的是 群众提交的材料 一定要确保真实和准确 否则电脑无法进行自动比对 或者审核不通过 就会影响办证的效率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 除了这种提醒 我需要怎么去操作的话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有提供一些动态图的 这种选择 你们都可以去进行查看 要怎么操作 在这里面 它都会进行的 系统的给你展现出 具体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内容 群众提交所有材料后 系统会显示进入审核阶段 这个审核时间 大约需要五个工作日 等到系统发短信 提示您的居住证办理成功后 群众就可以携带身份证 直接到辖区派出所 领取居住证了 不过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无法进行网上申办 需要携带相关材料 到派出所或社区受理点 进行办理 据了解 从5月10号 这套网上办证系统 试运行以来 已经有36000多人次 在网上申请办理居住证 目前大约有9000人 已经通过了审核 今天那个正式上线的话 我估计非常多的群众会很关注 也很踊跃地上线 那我们就考虑到说 如果说网络有拥堵的时候 那么就是我们想说提醒大家 就是耐下心来 因为既然是网络办的话 24小时都可以办 那么就是措施吧 措施 然后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会及时地改进 记者谢从斌 吴国豪报道 今天是5月17号 国际电信日 一起来关注一下 提速降费的情况 在今年的两会上 李克强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今年网络提速 要迈出更大的步伐 年内全部取消 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 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 专线接入资费 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 记者了解到 目前三大运营商 也相继发布了 提速降费的相关举措 我们来了解一下 150几的 159的这个套餐吗 那流量是多少 没注意 像我们家这样子 连电话会 150几次能接受了 手机流量比较大 用的比较多 大概一个月要用多少 一个月五六G吧 但是那一个月花费大概多 花费在200块钱左右 以前会少一点 三四G就够用 但是也是200块左右 我是188的全球通 里面带多少G 也没有注意力量 反正就是够用就可以了 还好吧 应该不会 还好 不会 不会 随着网络越来越贴近生活 流量已经成为了大家生活中的必需品 从以往每兆流量三毛钱 大家都要小心翼翼的使用 到现在每个人每月上千兆的使用量 似乎没有太多人过多注意流量资费到底是多少 记者了解到 在这次提速降费中流量资费确实降了很多 以中国电信为例 五月份推出的降费中 19元的套餐包就有300兆流量 169元套餐再加20元就可以享受无限流量 甚至还推出了一元一G的当日封顶套餐 而语音通话方面 三大运营商目前都已经取消了国内漫游费 备教费 主教费也低至了0.15元 而国际漫游费方面 运营商也做出了调整 我们的价格比较低 我们有普遍有73个国家 我们都有达到了一元区的 就是有的国家达到了就是我们的14毛9 有的国家是九毛九 从每分钟最高9.9元 到最低每分钟0.49元 国际漫游资费的降幅达到了90%以上 除此之外 在境外使用流量的资费方面 中国电信也下调为25元 55元 85元 单日封顶不限流量 而中国移动连通 也都推出了资费相当的套餐 在这样的资费情况下 出国出境游玩时 要更换当地电话卡的情况 也会随之减少 记者王玉坤高志强报道 建设公共停车场是缓解 城市中心区停车难的有效办法之一 记者从市建设局了解到 今年我是将新建成投用5000多个公共停车位 目前30个建设项目进展顺利 已经完成了1425个停车位的建设 眼前这片视野开阔的大体量工程 就是厦门大学正在建设的访课中心 及延武运动场改造项目 它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向下开挖17.5米深 做成了下沉式两层地下空间结构 总面积达到9万多平方米 今年内这处我是目前最大的地下停车场 就将建成投入使用 那么我们建这个停车场 地下二层是整个的停车场 那地下一层是大部分也是停车场 那停车位的数量大概是2000多个 这处大型地下停车场 还是我市引进社会资本 采用PPP模式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的 又一案例 由北京一家民企投资7.5亿元 与厦门大学合作建设 与此同时 它还引进了先进的建设理念 不是单纯建设停车设施 而是把它与学校的街坊设施 即存书 阅览长座等统筹设计 做成了一个类似下沉式广场的建筑 可以避免不少地下停车场 在采光通风上存在的通病 除了利用学校运动场 和公园绿地的地下空间建设停车场外 针对老城区原来没有停车设施的 片区建设立体式停车楼 也是我是解决停车难的一项举措 万寿路南侧公共停车楼 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 它利用阳台山社区和坑内社区的 一块边角地选址建设 是一栋九层立体式停车楼 采用垂直提升平行移动的方式 可一次性停放258部车辆 目前停车楼正在加紧设备安装 将在年底建成向周边居民开放 按照计划 今年我是将新建成 投用5000多个公共停车位 项目分布于在建的30个项目中 截止4月底 已完成14个项目建设 新增停车博位1425个 到年底5000多个停车位 将基本建成投入使用 本台记者报道 相比管道燃气 瓶装器 在使用中的安全隐患 是相对比较大的 为了保障用气安全 结合基础大排查工作 目前湖里区正在开展 瓶装燃气安全大排查 大整治工作 为每家每户的瓶装器 进行安全把关 具体来关注一下 你好 南气安检 下午 湖里区燃气入户排查检察员 来到店前接到高店社区 进行安全检查 两名检察员进门后分工行动 一位进入厨房检查瓶装器 一位与住户了解基本信息 最先检查他的瓶身 有没有过期 首先他如果没有过期 看瓶身有没有什么破损 会不会完整 其次我们第二步 准备看他有没有漏气 我们记得要看他的瓶身的 二维码的号码 他属于什么样的公司 之后再看他软管 使用的情况 还有减压法使用的情况 油污比较重 油污比较重 对 你的那个软管油污比较重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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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们这个 我们最有注意 这个安全上面 我们最有注意 主要问题有软管老化 软管油污重 然后减压法老化 偶尔的情况会有那些漏气的情况 大概我们检查这么久 大概主要情况就是这些 我们了解到 根据严重程度 检查员会将燃气隐患分成二级 一级以及特殊三个类型 特殊隐患指的是发现了黑气瓶 检查员会通知城市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前来执法处理 而对于普通的二级隐患 检查人员将开具整改通知单 督促用户整改 遇到较为严重的一级隐患 则会进行及时处理 并跟进整改情况 我们会直接把这一部分数据筛查出来 然后转发给企业 要求企业去督促用户进行整改 同时也把这一部分数据发送给街道 由街道协助企业去帮助用户整改隐患 据了解 目前湖里区的燃气安全检查队伍 有100多名获证的检查员 截至目前 他们已累计排查1万多户瓶装器用户 整个工作将持续到6月底 而在全市范围 目前居民瓶装器用户 已经完成排查7万多户 而对餐饮场所的燃气用户 已累计排查2万多次 基本实现了百分之百的覆盖率 本台记者报道 5月10号下午 在一辆开往第一码头的19路 公交车上一名学生 突然昏倒在地 面色苍白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 公交车司机果断停车 在车内对学生进行了急救 不一会儿 这名学生恢复了意识 被120送往医院治疗 公交车上的监控探头拍摄的画面显示 10号下午4点19分左右 19路公交车驾驶员毛季刚 驾驶车辆开往第一码头方向 在行驶到海滨大厦附近时 车厢后方的一名男学生突然晕倒了 我突然听到那个车上乘客 知觉了 同学叫她是拍打她的面颊都没有反应 我当时给她掐了人钟 大概在三分钟左右吧 看她有那个生理上有微微的反应了 可能是天太热 我就用了一块湿毛巾 给她做了简单的物理降温 额头啊 腋下啊 前胸啊 和后背啊 给她擦了啥 七八分钟之后吧 她就能坐起来了 现在好了吧 能坐话了 你站起来 现在慢慢地站起来 对对 我的脸要慢慢站起来 运动力也没那儿 还有可能就是运动量太大 这时候120也来了 完了大家伙呢 就插那塔到那个120上去了 到医院去做那个具体的检查 当时听她的同学说 就是他们刚刚做完剧烈的运动 好像跑了一千米 在确认完这名学生坐上救护车后 毛师傅这才松了口气 重新回到驾驶位 继续运送乘客 记者何鸿林 王汉阳报道 药变天目展 产自福建建安 在南宋时期鼎盛之后 这门瓷器的这个烧制记忆呢 却逐渐地失传 2001年 日本陶一大师林公柱 成功复烧药变天目 近日呢 林公柱在市博物馆 开设了药变天目次特展 接下来就跟着记者 一起去感受一下 神奇的药变天目 药变天目是指在瓷器表面形成的一种充满神秘感的纹路 这种纹路无法复制 每一件都不尽相同 药变瓷器在光线照射下 会焕发出黄 绿 蓝等多种颜色 宛若夜晚的银河一般绚烂缤纷 8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 福建建安的药变记忆已经非常纯熟 可之后却逐渐失传 药变天目的烧制也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 经过多年钻研 日本陶一大师林公柱先生 在2001年成功复烧药变天目 这次特展 林公柱先生带来了25件金星复烧的药变天目展 希望在药变天目展的故乡和厦门的市民 一起感受中国古代陶瓷记忆的魅力 被震撼到就是有这种东西的存在 记者 萧欣 吴国豪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一男子跳河自杀 民警消防队员合力解救 欢迎回来 银江路吉美街道所在的路段是吉美区的门面 近期相关的利面及路面改造都在同时进行 适用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 本次银江路吉美街道段 利面改造提升工程 北起银江路与印斗路交叉口 南至厦门大桥桥头 全长约1.8公里 是吉美区六线六片整治的组成部分 整治范围内市容较为杂乱 沿街建筑也存在老旧残破不规整的现象 通过前期磨牌 有39幢临街建筑被纳入到改造范围 到目前已完成了工程量的80% 预计在5月底或6月初可全面完成 届时由厦门大桥出导 可领略到极富极美特色的建筑风貌 记者刘华报道 最近一张照片在厦门人的朋友圈里引起了关注 照片里一位民警弯着腰正在问一名男子 而引人注意的是这位民警是赤着脚 裤腿双手双脚全是泥 那么这张照片拍摄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来 我们了解一下 5月11号凌晨4点多 祥平派之所民警卢亮接到一名女子报警 称他弟弟有轻生的念头 现在人不知道在哪儿 电话中弟弟曾提到方特桥梁等词语 根据这一线索 民警和报警人缤纷两路展开寻找 一个多小时后天刚刚亮 民警在同安西西大桥中段 发现了一名男子坐在护栏上 可是当民警一边劝说一边靠近时 男子转身就跳下了桥 掉到水里之后人先沉下去 然后浮起来 能看得到他应该是已经站立在水面中 水位大概到他的胸部左右 但是他发现自己没事之后 他又主动地往深水去游 然后把头探下水面再挣扎 看到男子依然试图轻生 卢亮赶忙跑到另一侧的岸边 试图下水营救轻生者 当时这边都是贪图 就是开始是用脚走的 后来不行就手脚并用地往前爬 爬到最后的话是基本上他的 你已经没过了我的大腿根部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爬了 然后没办法之后继续往回 回来返回之后 然后叫我们同时打119报警 最终在民警消防队员 以及轻生者家人的努力下 男子被救上了案 回到排出所 卢亮来不及收拾 赤着一双裹满泥巴的脚 继续给男子做思想工作 报警人接回来之后 发现他情绪还是比较低落 那首先第一时间 我们要登记这个当事人 轻生者的信息 然后询问状况 然后看他的生命体征 最后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劝导 警察轻生的男子来自三名 因为最近遇到经济问题 想不开才决定自杀 经过民警与家人的劝输 目前男子的情绪逐渐恢复稳定 记者玉伯飞 王汉阳 特约记者陈立明 柯忠明报道 微信是现在大家常用的社交工具 很多人都有定期清理 微信空间和聊天记录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但一不小心 删除了重要的微信聊天记录 怎么办呢 于是有人就想到了上网求助 就是上网去看看 有没有高手 能把聊天记录找回来 可这一找却落入了 骗子设下的陷阱 嘉嘉是厦门某公司的职员 本月十号 他在跟一好友聊天时 突然发现之前有一些 重要的聊天记录 被自己删除了 为了恢复这些聊天记录 他开始在网上搜索 恢复微信聊天记录的方法 结果他还真找到了一位 自称可以帮忙的高手 于是就主动添加了对方预留的微信号 之后对方就以各种理由 像交纳定金 包括这个保证金 还有风险承担费等等 那让我们市主不断的 向指定的账户进行转账汇款 急于恢复微信聊天记录 嘉嘉丝毫没有怀疑对方 甚至还主动加价之后 对方还真发来了一个 所谓聊天记录的压缩包 不过这个压缩包根本就打不开 而在先后五次通过微信 向对方转了2800元后 对方却迟迟没能恢复 他的微信聊天记录 而对方通过微信 最后发来的一段话 才让他彻底醒悟 我们是骗子 网络上说自己能破解密码 或聊天记录的都是骗子 都是忽悠人的 你不要再去找了 不然会被骗更多 切记 像找回微信聊天记录 包括也有QQ聊天记录等等 还有一些是想查看他人的聊天记录的 为主还是我们受害者主动的去搜索 添加了陌生的 或者说网上预留的微信号或者QQ号 也是主要利用了市民群众 对这一类型的这种技术的不太了解 那还包括对于找回聊天记录 这个急切的心理实施的诈骗 不要去轻信网上的一些 可以所谓找回聊天记录的 这些虚假信息 那么如果一旦有遇到的诈骗警情 也是拨打我们110进行一个报警 记者公家黄超报道 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色结果显示 今天白天我是环境空气质量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晚上的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64 空气质量为凉 小而物染物是臭氧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呢 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南极冰川融化的速度 全球正在变暖 南极冰川融化的速度也在加剧 这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 从飞机里拍到的西南极州沿岸的浮冰 调查表明 西南极冰盖正处于一种不可逆的消洁状态 这将直接引发海平面上升 巨大的冰盖融化速度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在这里你很难分清 哪里是陆地的尽头 哪里是海洋的起点 除了全球变暖的因素 季节性溶水也开始为科学家所重视 它是南极自然水循环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在南极大陆上纵横交错 如今科学家们经过系统研究归类后发现 它们的影响范围远超之前的估计 比如在东南极州的埃茉里冰架 长达120公里的溶水 不断地注入冰架表面的水塘 由于这个水流系统的作用 只要一天时间 埃茉里冰架上就能形成 可融下400个橄榄球场的水塘 而如果失去这些冰架 冰层就会加速从陆地流向海洋 结果相当于打开了一个水龙头 从而引发海平面上升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下面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 凉少污染物是PM10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训练场的全部内容 我们频道上后播出的十分关注 会对我是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展情况 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也欢迎您留意收看 再会 by bwd6